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头条历史 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 有着1.8万公里长的海岸线 和2.28万公里的陆地国境线 在这之上 共有6个国家在海上相邻 14个国家在陆上相邻 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 其中包括俄罗斯 印度 蒙古 日本 巴基斯坦等等 神奇的是 除了这些我们熟知的国家外 中国还有一个在中亚地区的邻国 那就是阿富汗 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 原来中国还和阿富汗是邻国 因为从地图上看 中国和阿富汗之间 隔了塔吉克斯坦 巴基斯坦 还有克什米尔地区 中国怎么就和阿富汗接壤了呢 但是如果我们把地图放大了仔细看 就会发现 原来还有一条非常狭长的走廊 将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中间 劈开了一条细长的通道 将中国和阿富汗连接起来 2009年初 西方媒体纷纷报道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遇向中国借到中亚之间的一条狭长走廊 从而开辟一条新的补给线 为驻阿美军和北约军队提供后勤服务 甚至直接通过这条走廊 派兵支援阿富汗战争 但最终被中方拒绝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这条连接中国和阿富汗的神奇走廊 这条走廊的名字叫瓦罕走廊 又称阿富汗走廊 属于阿富汗境内 西面连接着的是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巴达赫上省 东面连接的则是中国的 新疆维吾尔支治区 北面是帕米尔高原 南面则是新都库斯山脉的北东段 瓦罕走廊的形状十分奇特 它的东西横向宽度只有300多公里 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 最宽处也只有75公里 中国和阿富汗在这条走廊上 接壤的国境线 也只有92公里多一点 由于瓦罕走廊地处帕米尔高原之上 属于高寒地区 气候恶劣 常年大雪封山 除了六七八三个月的窗口期 再加上当地地势复杂 非常不适宜人类生存居住 别看这条走廊如今荒芜人烟 几乎快被世人遗忘 但它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早在2000年前 这里就曾是连接欧亚大陆的 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是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 中亚文明 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 根据史料记载 早在唐汉时期 中原王朝就已经开辟到了瓦罕走了 399年 东晋僧人法显 从长安沿古丝绸之路西行求佛 归来后住有佛国记 法显在书中描述经过丛林的路程是 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 四顾茫茫 莫测所知 为世日已准东西 人骨已标行路 627年 唐朝高僧玄藏 其称赴天竺纳烂陀寺 途中经过瓦罕走廊 并于公年645年返回长安 将其所见所闻 写成大唐西域记 而这位玄藏高僧 就是我们熟知的 去西天取经的唐僧 唐三藏 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 西亚的阿拉伯帝国强盛起来 他们不断向南方和东方扩张 并联合吐蕃一步步逼近 蚕食大唐在中亚的势力范围 唐朝远在中亚的许多蜀国 纷纷写信向大唐求援 其中就包括曾经的阿富汗 到了743年前后的时候 唐朝所苦心经营的丝绸之路 在阿拉伯帝国的冲击之下 遥遥欲坠 747年 唐朝大将高先知 率安息兵一万人 及蜀国兵一万人 翻越帕米尔高原 攻破了吐蕃要塞 连云堡 而后又跨过雪山和冰川 沈冰天降似的 出现在与吐蕃串通的小薄绿国 并迅速将之击破 重新打通丝绸之路 那个时候高先知所走的 就是今天的瓦罕走廊 看着这些过往的历史 我们知道 这条在古代 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走廊 一直是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 却成了阿富汗的领土呢 在清朝中后期的时候 由于沙俄不满足于 侵占中国东北部地区 将手伸向了中国新疆 当时清政府内 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以李洪章为代表的海防派 主张放弃新疆 着重东南沿海的局势 而当时另一位朝中重臣 左宗棠则坚持要收复 在新疆的失地 并在1872年的时候 奉慈禧太后之命 出兵新疆 台关出征 仅一年就收复失地 并在此后数年间 多次粉碎沙俄干预新疆的企图 然而左宗棠在战场上的胜利 敌不过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最终 连投瓦罕走廊在内 帕米尔高原上的大部分地区 全都划给了沙俄 然而这样的情况 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 因为不远处的印度 和印度周边的巴基斯坦 克什米尔地区 都是当时英国的殖民地 而沙俄管控下的瓦罕走廊 对英国在印度周边的利益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最终双方决定 以瓦罕走廊为分界线 瓦罕走廊以北属沙俄 以南划给英国 而瓦罕走廊则划给了阿富汗 就这样 清朝则彻底失去了 对瓦罕走廊的控制权 成了别国的领土 而今天 这个曾经非常重要的瓦罕走廊 由于阿富汗连连内战 已经成为一个不毛之地 即使现在阿富汗要把它还给中国 中国估计也不会再要了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 还请不要忘记点赞 并订阅头条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